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宪议会宪政总咨询第二天 由宪议员魏佳燕、高晓晨以及猜疑镜轮番咨询 提出了像是过年防疫旅馆措施放假居高不下 远规台风造成部落灾害以及偏乡 或原住民部落的福利推动等等进行讨论 花莲宪议会宪政总咨询 时日上午由花莲宪议员魏佳燕 首先针对酒驾疫苗补助 以及过年即将面临返乡的防疫旅馆 向卫生局长质询进行了解 随后针对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难以买房的处境 希望县长徐政委能向中央反映 今天是跟卫生局探导HPV疫苗的问题 那也希望说因为从二价 然后看能不能直接提升到酒驾 然后来补助这个金额 包括我们男性也可以施打 那可以降低离癌率等等 那再来就是我们防疫旅馆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春节能够加强落实查核 那个防疫旅馆这部分 然后不要再有一些疫情的问题跑出来 然后第三点是也跟县长探讨 房价过于太高的问题 那一瓶22可能到30多万都有 那这十年来房价的飙涨 让很多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子 那包括说头期款的问题 因为头期款太高 虽然是首购组利率很低 可是我们头期款太高 真的太高 所以很多人都导致买不起房子 那刚刚县长又说已经在规划二企了 那我今天这边也反映给县长说 是不是能够跟行政院这边讨论 那个可以让头期能够 能够让第一次首购组能不能降低这样 接着有些议员高小陈质询 开场就要请县府局处首长站起来唱诗歌 希望府会能和谐相处 缓解质询的紧绷气氛 随后针对原规台风 对部落造成的灾害附件等议题进行质询 在花莲里 我们是一家人 哎 有没有人唱 在花莲 打拍子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继续起来好不好 那因为到现在还有的地方路 主要的道路都还没有通 甚至拧拧不堪 那这个都是主要居民进出的地方 包括学生上下课 上班的上班下班 甚至输送农作物都是主要的道路 有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 这个修复 所以今天特别质询 我们县政府相关的局处 希望他们赶快 这个做修复的工作 接着先议员蔡依静 则针对原民处的风雨计划 以及上海剧场等新建计划进行了解 真的很多部落 他不是有21年的时间 可以这样子去等待 那今天就是提出就要求我们的原民处 在部落聚会所的相关进度 要把他资讯的透明化公开 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子去做这个土地的变更 土地的取得 土地的变更 还有怎么去施作 去争取经费 这个历程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求我们原民处一定要把这个平台去建制出来 那其实刚才县长也有提到说 也会大力的支持 要把这个平台建出来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族人就可以 很轻易的就可以知道说 很容易的可以知道说 聚会所的这个进度 会后县长徐正伟也协同原民处长陈建春向蔡一静承诺 会将各部落聚会所的新建计划执行进度等公开在网站平台上 让民众追踪掌握 这次长帮院华联士报导